港島線西營盤站星期日早上正式啟用 更加提早在清晨5時半開放給乘客入站 有通宵等候的市民急不及待要見證這個歷史時刻 港鐵一眾高層在車站展彩 歷史為乘客服務 然後與首批使用西營盤站的乘客一齊拍卡入閘 有乘客表現興奮湧入列車車廂 與港鐵高層一齊乘搭列車 堅尼地城往柴灣的頭班車在早6時開出 6時03分抵達西營盤站 而頭一班由西營盤開往堅尼地城站的列車 就在6時11分開出 為了配合新車站啟用 港島線將會班次會逐步增加63班 無人TV 東網電視視頻度 再見 再見